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小祖国看天下 子音你有近视吗 我也有一点轻微的近视 近视现在已经悄悄成为台湾的国病 台湾人的近视率高居亚洲第二 仅次于新加坡 而且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处调查 我们国中三年级的学生 近视率已高达七成 十个人就有七个人戴眼镜 真的太多了啦 一起去看看 台湾是怎么样成为近视王国的吧 眼睛是灵魂之窗 也是帮助我们探索世界的重要器官 然而大家常常因为右眼过度 让眼睛神病了 我进台大那一年 我们的大一新生 已经是百分之九十一的人有近视了 那已经不能再多了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 台湾人的近视率高居亚洲第二 仅次于新加坡 根据国民健康署近五年座的普查 台湾小异新生的近视率 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六到二十九 可是到了小学六年级 却暴涨近三倍 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三到六十五 等到身上国三 近视率更是一口气突破七成 没有近视的人变成少数民族 小小年级就变成二视力一足 这跟大家很爱花售机 看3C产品有着很大的关系 生光效果强烈 好玩又有趣的手机 平板电脑 对着小朋友有致命的吸引力 如果长时间看 又没有适当控制 就会很容易近视 千万不要因为很多人戴眼镜 就觉得近视没什么 小朋友一旦近视 往后每年平均会增加七十五 至一百的度数 五百度以上高度近视的小朋友 长大以后 罹患眼部疾病的风险 例如黄斑部病变的几率 就会比平常人还要高 有些黄斑部病变是长的纤维 比如说你视红膜曾经有裂孔 那高度近视就比较容易发生裂孔 那这种裂孔做的雷射 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纤维 所以广义来讲 黄斑部病变才增加 而视红膜病变会让视野产生变化 看出去的线条变得扭曲 严重的话还有实名的风险 所以为了消灭二视力 我们应该要从小开始保护眼睛 才会有明亮的未来 看来大家应该要远离3C 以侧安全 近视是一种病 而且只要戴上眼睛就看得见了 所以大家都会轻忽掉 可怕的是近视是不可逆的 一旦发生就没办法回复 专家还说近视的年龄越小 增加度数会越快 一年最多可以增加到100度 许多人开始懂得保护眼睛的时候 都已经近视了 所以手机都会改用护眼模式 并挑选过滤蓝光的产品 这些真的有用吗 一举其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陷着物料画画手机打发时间 有份调查指出 台湾人每天平均使用3C产品的时间 高达9.8小时 有些人为了保护眼睛 会把手机萤幕的亮度调按 或是改用绿蓝光的产品 这些真的有用吗 降低蓝光的发射率 那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保护眼睛的效果 目前还是在取争议的这样子 但是它开起来的话 就会有点黄黄的这样 那看东西就是你会觉得对比度下降 那有些人看起来会觉得比较吃力是真的 那至于对眼睛的伤害度 我觉得主要是使用时间的长短 蓝光是什么 蓝光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光谱 在人类肉眼可见光的光谱当中 红光的波长最长 紫光最短 蓝光波长排名第五 我们的人类的作型 就根据太阳根据地球的运作 在你刚起床或是要睡觉的时候 那蓝光自然的少 因为你就是慢慢要苏醒 或者说你要睡觉 可是在中间的这个白天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能力 你会觉得活力十足 那是因为蓝光给你的刺激 所以我们在一天的生活里面 你黄神黄绿蓝电子光你都需要 如果把蓝光全绿掉 我们看到的影像 就会从左边变成右边的样子 变成偏黄的暖色调 颜色变得很失真 而绿掉蓝光就不会伤害眼睛吗 专家是这样说的 蓝色的光的能量 比红色光的能量 在一定的光度下 是比较高 所以它可能伤害力是比较高 可是要够大的能量 如果我们一般所接触到的光线 它能量其实不足以 造成我们视网膜的问题 专家认为降低蓝光 不见得能够护眼 倒是开启夜蓝或黑屏等护眼模式 让萤幕亮度变暗 反而有可能因为看不清楚 让人更用力看萤幕 造成结状肌疲劳 对眼睛造成伤害 除此之外 最伤害眼睛的其实不是蓝光 是在黑暗中滑手机的坏习惯 用眼过度之后有可能眼睛干 那就是夜间的时候 本来通光就比较大 那光线大量刺激的话 有可能对黄曼布跟视网膜 都会有伤害 如果说你这个3C产品 比你光阳镜亮太多的时候 你瞳孔变大的时候 你就会有过度曝光的疑虑 那是对眼睛是危险的 在黑暗中 瞳孔会自然放大 手机的强烈光源指入眼底 对眼睛才是最伤害的 因此与其想尽办法 过滤掉本就存在的蓝光 不如养成良好习惯 不要在暗处使用3C产品 避免直视过量光源 才是保护眼睛的有效方法 智慧型手机的出现 不过是这十年间的事 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过度使用3C 的确是近视人口 暴增的一大原因 在台湾就有将近 一千万的近视人口 占总人口43% 为了提醒大家近视的可怕 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 预计2050年将有10亿人口 因为近视而有失明的危机 太可怕了 要怎样保存良好的习惯 保护我们的灵魂之疮呢 一起去看看该怎么做 为了抢救二视力 国民健康署特别提出 护眼一二三 呼吁护眼工作要从小做起 一 每年定期检查视力 一到两次 做好视力存款 把视力当作存款的概念 是指如果没有从小保护视力 挥霍健康 孩子的视力 就会像银行存款一样 越来越少 二 未满两岁避免看荧幕 两岁以上每日 不要超过一小时 三 每日户外活动 两到三小时 用眼三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除此之外 多摄取蔬菜水果 对眼镜也有帮助哦 像深绿色的蔬菜 还有就是富含维他命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 可以在血统视力发育的时候 视神经跟视网膜 能够让它抵抗近视的危险 睡得好 睡得足 也可以保护眼睛 睡觉可以预防近视 实际上能够让眼睛 早点睡觉就可以把那个结状期 过度麻痹的部分把它下降 就不用这样点扇通缉了 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能够保持全暗的话 我们的眼睛才能够完全的修复 修息 如果我们睡觉的时候有一些光线 例如说路灯啊 小夜灯啊 甚至有人开个大灯睡觉的话 其实光线一直刺激我们视网膜 我们视网膜是没有休息的 如果是成年人眼睛疲劳的时候 可以泡一杯枸杞茶 用毛巾热敷按摩一下眼睛周围的穴道 按这个穴点 然后这边眉毛的里面 这里也可以 眼睛的前面 眼睛就很放松很舒服啊 如果你会酸啊 或是会色色的啊 就常常去按它 压的话就是不宜重 我们会建议用指腹 所谓指腹就是我们肉比较多的地方 那按下去有一点点微酸就可以了 每个穴位按建议是十秒钟 不过按摩以及热敷 都只能有舒缓的功效 灰根究底保护眼睛 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果看手机常常看到忘了时间 不妨使用这个APP 时间到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你的眼睛该休息咯 贴心的护眼提醒锁住了荧幕 研发这款APP的医师吴佩昌 其因就是不想让他的孩子玩手机太久 都会躲起来玩 那甚至上厕所的实验会比较久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不行 除了小孩 成年人也很适用哦 门控制时间更好 才不用太久 对对 有时候自己一看忘了 他就一直看 预防胜于治疗 只有改变坏习惯 建立正确的观念 才能远离医生 让我们的灵魂之窗 有名又亮 健健康康 很多人说台湾是个充满爱心的小岛 因为很多人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与心力 关怀若是需要帮助的人 从今年三月开始 小主播会到全台湾各地出任务 学习付出与关怀 首先我们跟着小主播佩儒的脚步 一起前进台东 当一名给人温暖与快乐的房市志工 台东县是台湾第三大面积的县 但人口数仅有22万4千5百多人 人口密度是全国最低 这里的天很蓝 树木很多 还有暖乎乎的太阳 小主播出任务 来到台东 希望能够贡献我小小的力量 当一个带来温暖的人 师傅师傅 哈喽我是佩儒 我来了 哈喽 哈喽 看到了 哈喽 来 我们一起来 看看你今天要的一个任务 这一次是什么工作啊 访试的工作 访试 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房市志工 我是没有听过这个词 然后我就觉得说 应该就是像有点短照的那种概念 比如说去送餐啊 或者是去改善他的生活环境 比如说换床单啊 或者是给他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这类的事情 他们应该会做这样的事情 蔡秀琴师姑 是台东资深的志工 从民国76年开始 从事慈祭的访试工作 目前负责关怀的区域 是台东县东河乡 师姑那我们这边是台东市 到我们要去那边的关怀户要多久啊 因为我们的个案路途都比较远 从台东到他那个地方 我们那个东河乡 太原村 那太原村还进去一个南西 南西还进去一个前聊 要将近一个多小时 哦 事故 所以你们这个工作要做什么的 像一般有单位他会 他知道有一个需要 实际在协助的 他会提报出来 提报出来 我们就照着提报的他的地址 还有他的需要 那透过我们的社工 然后他会 我们就照着他的那个需求 然后会去跟他做初步的方式 哦 那时间快 我们可以可能应该要出发了 实际上去换换衣服 好 好 好 来跟你们一起出去一看 好 好 防治治工这个工作 他们会从那个资料库里面 去接收到一个个案 他们就是要需要去确认说 这个人是不是真正需要帮忙 或者他哪里有需要帮忙 除了要到个案的这个家里面 去访问他的状况 他可能也可以从他的亲朋好友 或是街访邻居中 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一个个案 那他们过去的时候 可能可以问他说 你有没有去申请这些社会的一些福利 或者是一些补助 那如果没有申请的话 你可能可以协助他去申请 所以他们希望说 把大家的爱心用在正确的地方 然后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从台东市区要往东河乡 今天要去拜访两户人家 一路上师姑提醒我一些 偏乡访式的注意事项 还说偏乡访式最困难的就是 问路 找地址 咦 万路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遇到更大的麻烦 因为车中 你们应该很常开这种路吧 是 就訓練了一個 不會暈車的技能 那邊上去 那個國學那邊上去 人家 這條路是真的很難問的路 顛簸的車程讓我暈暈頭轉向 隨著車子進入人煙 越來越少的鄉間 另一個考驗正在等待著我 現在要問這個人的柱子 說路怎麼走路怎麼走 可是找這個地址 不能用Google Map就好嗎 塞機收信不好沒有辦法 對 我們現在是要去問 那個店那邊有人 我們去給他問一下 好 這次不只是只有跟他們去 我就是覺得說我自己 想要學到的東西是 如何去問別人 就是不要太直接問別人問題 不然這樣別人可能會覺得怪怪的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來問我這個問題 或是他可能不會真正這樣回答你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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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們來一問一下 我們問一下那個錢寮在哪裡啊 錢寮喔 這邊去兩公里 嗯 從這邊去兩公里 兩公里 就是錢寮啦 再上去一點那個範圍 就是錢寮 那請問徐正義先生在哪裡 徐正義先生 徐正義 你有聽過呢 徐正經音 什麼徐正經音 徐正經音 徐正經音 那個人 那個 那個 根據當地人指引 我們還要再往上開兩三公里 但是卻遇到岔路 我就跟著師伯下車看看路況 我 不是 這 不是這裡啊 我 說你家中牌槌有一個絕對 哇 說你家中牌槌有一個絕對 要換另外一條 找了一個早上了 對啊 找到了岸家 就差不多一個早上了 對 有時候是找不到了 這個山 深山裡面 這樣子只有一附人家 有的外面的 他們有的不知道 可能我們還是 這個爬坡去去 還扭下去 這樣才會死 我們就盡力 整總之抓到 真的無 방법 現在我們 剛剛那條路是錯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另外一條路 然後往前走看看 是不是對的 所以剛剛 剛剛走這麼久 然後呢 結果這當然是錯的 我們找到了 找到了 這間 原来在偏乡 就算有地址 有导航 也不见得找得到路 经过一个早上的努力 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 接下来我要学习 怎么去跟陌生人搭近距离 哥哥 来看看你们 你们肩膀有点吗 我来看看他们的肩膀有点好吗 你太太呢 我超级要来看他们 他在高阳附建 他在高阳附建 对啊 这样 我又不需要等路给你 不好意思 谢谢 你要来祝福安保的健康 对啊 现在是你们女儿子去带他 对 这不像你们两兄弟在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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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阿公说住在山上好不好 住在山上 好 好 好 环境很好 这还是比较不愤怒 我觉得房市志工啊 他不是只有去比如说送送餐啊 就是跟他讲讲话这样而已 我们可能需要去说 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 或者是他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我们可能也要去比较委婉 或者是不要太直接的去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啊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或者是你发生了什么状况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需要训练和学习这样子 我以前也是跑船的啦 跑船的 跑船的 我在里 跑到美洲啊 美国啊 是坐船去美国啊 不是啊 跑上船啊 跑上船啊 一出去 最起码要两个月啊 然后我 跑到巴西去 像那个世界最大游船啊 48万吨啊 真是没有想到 在台东这种偏远的太原山区啊 居然会有一个 曾经是船员啊 然后还有就是 几乎环游全世界 还有去过一些 我没有去过的国家 比如说巴西啊 这些国家 我就觉得 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如果没有跟他聊天的话 其实我也不会知道 这些他可能以前的事迹啊 或是他年轻的时候 做过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这些志狗啊 他们很厉害 就是说他们一来 他们也知道 他们很多小故事 然后就可以聊得非常的好 好了 那我再去吧 好 小子卜家 阿公 阿公 谢谢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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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爷爷家 接下来我们继续赶路 前往我要执行 终极任务的地方 趁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来练习一下 好 刚刚啊 事故在车上有跟我说 这次我们要去访市的这一位 胡奶奶啊 她是 常年就是躺卧在床上 所以她就 很常自己一个人在家 然后非常孤独 那她委托给我一个任务说 希望我可以 给她一点温暖的气氛 所以呢 我决定 要拿出我的拿手绝活 就是乌克利利 然后我可以边弹边唱 然后带动气氛 胡奶奶是阿美族人 信奉天主教 个性活泼开朗 但三十多年前 车祸瘫痪之后 几乎就只能卧床 白天 胡奶奶一个人在家 所以她故意睡在屋外的床 希望能看到偶尔路过的人 她小动物 好了 现在我要来为我节目 进行着装 那这件原住民的服装呢 就是我要穿的衣服 那至于这件 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呢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位 神秘嘉宾出场 那就敬请期待 五四三二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让我们来牵个手 我觉得今天来胡婆婆的家 做一个房式的这个工作 我准备了这个节目 我就是觉得说 希望可以带动这些节日的部分 可能她自己有的时候也就说 今天是什么天 什么日子 然后她自己就会 可能帮自己庆祝 因为像我自己是独生女 所以呢 我就很常需要自己一个人独处 然后就希望说胡婆婆啊 还有这些 独居的老人们 他们可以就是 找到自己生活中的乐趣 我觉得今天这样一整天下来啊 聊天这个部分 我觉得有待加强啊 因为我觉得 可能年纪差距也很大的人 然后跟他们聊天讲话 我觉得这个需要常练习的 所以像是 师姑啊 师伯他们就是非常厉害 他们就已经可以 一来就 哎 怎么样怎么样 就直接开始聊起来了 我就觉得很厉害 然后可能那个时候 我都还没有进入状况 然后比较好的部分就是 当然就是讨别人的欢心这样 就是有弹乌克莉莉啊 然后余星节目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有唱一些教会的歌啊 或者是师姑啊 还有带他们唱一些 比较温馨的一些歌 然后她就是感觉心情也很好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看到她的笑容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我成功了 终于这个 今天有一个圆满的结束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有成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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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